最近呢 魏先生 网友的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在拉斯维加斯 有一个所谓的新的三个组织合并的这么一个事情出现 上两个月在东京也有一个东京事件出现 有人在传说 魏先生是这个会议的参与和策划者 但是我是不相信这一点 有这样的声音乍音出来 网友大家也都在问 很多人都关心 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希望我能在采访您的过程当中 能够从您那知道一点真实的情况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会议的操作者是澳洲的秦晋 在他公布这个消息之前很早 我就当面拒绝过他 我说我不会参加这个大会 不可能 当然他把我的名字还是放在上面 这叫冒用名义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 另外呢就是说 前些日子他好像来过 他来过他那个李洪宽带着到到我这来了 所以我当面拒绝了他 说得很清楚 我不可能 我不会参加的 他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上 你这是要盗用我的名义 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欺骗行为了 第二就是说海外的民运组织很多 甚至一个人两个人就可以顶着打这个旗号了 对不对 至于说三个组织这个很难说都是哪些组织了 他们到底有多少能力了 实际上真正操作者呢 是分裂之后的民阵 民阵分成好几个部分 最近呢大部分的部分都都在一起 反习反共大联盟 这个大部分的民阵组织呢都已经合并了 他们在欧洲已经从重新大家坐在一起做事了 但唯独秦敬这一这一方 跟其他的民阵组织没有合并 而且原则上说这这一支是非法的 他只代表少数的民阵的组织 民阵的那个那个他们那个自己的章程写到 总部是由各个分部选举出来 现在大部分的分部是在这个合并之后的 原来的这个民阵民阵组织里头 但是他们这一支呢非常小了 要论那个分部的话 只有澳大利亚和那个加拿大两个分所谓的分部 澳大利亚他们澳大利亚自己还有两分 所以他们是很小的一部分人 但是他是主要操持的 其他的民阵组织与民阵组织 我就不知道哪些组织了 现在民阵组织非常多 就好几十个真真假假都有 那么好几十个民阵组织里头 如果只有三个组织 你谈不上什么大会了 当然他们可以找很多那个无关的人 管饭管半难民 在这个号召下会有些人参加 人头而已 是不是能够代表海外民运呢 我觉得第一他不可能代表 也不能代表我 也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海外民运 他们现在放出风味 所以要请您十月份在国会再搞一次 不可能 我连他们的具体的活动 我都不会参加 国会我们是有活动 但跟他们没关系 好 各位网友已经听得清楚了 魏主席 魏先生把这个事情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到位 是这个秦先生和这个红鼠宽 打着魏先生的旗号做这件事 所以大家得不要以讹传讹 好 谢谢魏先生 谢谢各位网友 再见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在开会 后来后来就出去了 你现在起床了吧 应该没事吧 跟你说话 没事 没事 起来了 对 我估计啊 我也没来得及看啊 就我已经是张开嘴巴 就胡说八道嘛 这老魏的风格 你这个话不对 你这个话不对 你不听你就是不是这样的 他这个显然是赵言给他喂了假料嘛 首先这个基本事实 你得咱们得说清楚 咱们心里的这个得说清楚 咱们你肯定没有参与拉斯维加斯会议嘛 对吧 我一点都不知道的 对 东京会议你也没有任何关系嘛 对吧 也没有任何关系 对啊 那这种情况下老魏后来这个非要说你 你把他的名字 首先假设你参加了这个拉斯维加斯会议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把他的名字强行放上去 这就是把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混在一起了嘛 对吧 完全 但是好像我听他们有人看的时候呢 那赵言的悄悄的是 哎 不是不是 我讲 我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的是 最近在拉斯维加斯的会议 有这个悄悄话吗 好 有人看到说有这个悄悄话的 那个不准确 悄悄话 我都 我看了 我看没有 那个没有 但是老魏说话那个上下文自己矛盾 就是一方面说把你的名字 你擅自把他的名字放上去 然后谴责你这个道德问题 道德败坏 这是第一 但是后来呢 老魏自己说呢 你听我说啊 后来自己老魏有自己自相矛盾了 说什么民运组织 什么三个组织 也不管他什么名字了 什么什么 等于他说 因为赵言给他慰料说 三个民运组织又成立了一个什么什么 就是袁洪斌那个什么什么 对吧 新的平台嘛 说什么 等于显然老魏练 练哪三个民运组织都搞不清楚 就等于是 就等于是明显 百分之百的是老魏被误导 等于是又被赵言诱惑着 说了这种很不得体的话 而且你注意啊 但是我的感觉呢 你先别感觉 你先别感觉 你等等 先说基本事实 那个郭文贵马上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高度表扬 卫老有话 实说 表扬了他 表扬了万尔南 然后后面的马仔 路德 秋月手 都纷纷 这个什么 都纷纷的 骚动 我刚才还正在看这个张健 就是你们的副手机 张健接受路德采访 那路德也是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一模一样啊 就是训斥 就是拷问这个张健 张健也 张健吉良 没有吉良谷的 这孩子 等于是他就顺着 在那 哎呀 可怜死了 可怜死了 然后就说 这个事好像是一个巨大阴谋 我判断呢 我判断呢 他们本来这一套 是用在万尔南身上 想把万尔南捧上天 然后让万尔南说 支持郭文贵 然后用完之后 把万尔南砸死 这个被我挑破了 我这个正好 昨天前天 做了一个东西 专门谈了 他就发现 不能这么玩万尔 然后直接派赵岩 就玩老魏去了 等于把老魏给忽悠了 为了一个假情报 把咱们商量的 那个十月份的会 和他妈的 拉斯维加斯 这两个会 完全混在一起 大部分的部分 都在一起 是 这个 这个等于是 伤害老魏的 伤害老魏的 这个 这个 搞得老魏 你说这开玩笑吗 这不是 对吧 不严肃 但是唯独秦敬 应该是 应该是 所以你得看看 只有四分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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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内容 这一支 就非常 好的 我给你发过去 你看一看 我看完了 他们自己的 张成 总部 对对对对 基于事实讲话 就是 大部分的分路 在这个 革命之后的 原来的 民政 但是你看 他们这一支 非常喜欢 老魏讲得很不错 要论 根本的话 只有 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 一份 所谓的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自己 还有两个 所以他们就很许多 但是他是主要超时 其他的民进组 民运组 现在民运组 是非常多 他也等于是不摸情况了 跟不上了 那么好几十个民运组 如果只有三个组 谈不上 当然他们可以找很多 那个无关的人 不算 咱们是个 单单民 在这个号召下 会有些人参加 人头而已 你也知道 是不是能够代表 代表海外民运 我觉得 民运他不肯代表 也不能代表我 也不能代表 大多数 加入国民运组 因为10月1号 毛泽东就宣布 我连他们 9月3日一号 他还没宣布 不会我们是有 对 他听明白了吗 他听进去了吗 他听进去了吗 他还 他听是听进去 他还听进去 怎么会是这样的 我就告诉他 我说 国文贵这个人 满嘴保护车 胡说八道 然后呢 他呢就是那个 他呢就说呢 出来爆料的时候 很多人 为之一震 都欢迎他爆料 抱着抱着 他不抱了 他是大明明的 这个明明是不能 当然不能忍受的 对啊 那么肯定大家都冒足了劲 冒足了劲了 嗯 那你老万在这个时候 再 请他一下 这个听得太被改了 不过我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那个路德采访万日南啊 呃 当然最后呢 老万替民运说了 说了一下话 这个民运不容易 又没花大水 那钱 就是为为民运说这个 呃 公道话吧 试图 啊 是这个 但是他里边呢 他只是说 把他去年五月份 拿出来的两首诗 赞美郭文贵的那个 打油打油诗吧 哎 就是弄出来了 对对对 那个倒还说了过去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 挺郭的人多了 对吧 被骗了 对对对 对对对 老万反正是 主要是我做了一个节目 我一 受了一点大害 你听我说 我我就预感到 郭文贵是拿万日南 说事 就是在搞这个 有个个人一生一门一样 就是张建都选好了 让张建去说服万日南 因为路德一采访万日南之后呢 呃 就是光复形象出来了嘛 然后郭文贵把万日南 这个捧上天 捧上天下去 然后再派张建去给万日南送个小红包 然后郭文贵再给这个万日南再捧上天 然后就万日南出来说话了 就开始 哎 万这个 那就是高调表扬这个郭文贵 表扬完了之后 然后一脚 打翻在地 就跟老魏那个夜谋一样 将来是 嗯 老万跟我说过了 嗯 老万呢说 我现在在法国巴黎过日子呢 过得也挺好的 嗯 挺安静 挺安闲 我们老夫妻两个人 拿法国这点钱呢 都花不完 嗯 我只是不在家里种种花 嗯 教教种种花还挺有心得的 其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了 那就对了 这就是智慧所在 对 我呢跟老万谈了很多很多 他倒是给了我很多信息 嗯 我还我还跟说老万 我现在老万 我跟你先一边说话一边录音的 哎 你录音干嘛 我说录音我可以回忆啊 你还怕我害你嘛 嗯 你怕我在干嘛 我又不会拿出去放 嗯 我只是要等于你这些资料 我要拿来用 嗯 拿来用 嗯 因为我在写 写博士论文嘛 对 写博士论文不是叫 要你们这些资料嘛 对 引进句点嘛 对对对 这没话可讲嘛 对对对 我是跟老万讲 就是日如阴的 对 但呢 别人任何人跟我要呢 我也不会给 对对对 这是私有的 对 但是跟老万这个关系 哥们弟兄的关系嘛 对对 对对 那么老万呢 我觉得这一把我说 我就跟他开了 完全就 九月 九四九年 九月三十一号 加入国民党 对对对对 对吧 我觉得工贵 已经是不行了嘛 对完了 败相完全录出来了 对对 我我我我 我说那个工贵 那个真 我不能说他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 这我不管 因为我没受到他伤害 所以对他没这么大 你别急啊 你别急啊 对你的伤害 马上就会到来 你别急啊 做好准备啊 马上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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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因为你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 赵言把你推到前台 陆德把你推到前台 马上就会对你的大军 叫我去接受访谈嘛 哦 谁啊 谁让你访谈 我还没接受 路德 哦 害你呢 那是 那是害你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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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维加斯的大美国上的这些事 是的 我知道 拉斯维加斯的大美国上的这些事 嗯 嗯 嗯 呃 那个 袁洪宾过往胜 他们那个 报协 那个 爆料中心 完了以后呢 开始联系 吴建民李平他们成立的那些东西 啊 和情境还有你 没有什么关系 嗯 他听了我的这个 他听了我这个陈述以后呢 知道这是客观的 嗯 我说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通过视频 很客观的这个 一个事实嘛 嗯 而且我说 呃 李洪宾是对 对那个 杨洪宾 呃 是持否定态度的 因为他没有对前期去年的那些 呃 挺国的时候一些错误言论 自己道歉 嗯 但是呢 我们呃 李洪宾 呃 目前呢 对大联盟 并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 什么反对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对 杨洪宾过往胜 啊 提了一些意见 嗯 他就他就说 他就把他看来是个误会 他就说了 很明确 嗯 嗯 嗯 我的实际是自告税用啊 你感觉是 他是第一次从你这 受到这个 这个正确的消息之后 才意识到是误会呢 还是早就已经意识到误会了 你 就是意识一下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第一次 因为老爷子没有那个时间的经历嘛 嗯 没有时间的经历嘛 嗯 老爷子就是 休息嘛 处于一个休息状态嘛 我我我我 他什么状态你不知道啊 你不要猜测 哦 哦 对对对 我就是 我就说 我问他了一下他身体怎么样 对 我说你瘦了很多 嗯 嗯 前面那个 呃 节目上啊 七年一八年 我感觉 瘦了一些 嗯 他说 呃 按照要求结实了 嗯 结实 啊 嗯 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和爱可亲 特别和爱可亲 嗯 特别特别好 他并没有说 呃 哎呀 我不认识你 我就没接你电话 或者说 啊 你你你谁啊 你管这些事情干什么呀 是吧 嗯 嗯 不是那种 非常好 非常可爱可亲 非常那个 嗯 能够就是 广 那他除去意识到是误会之外 还说过什么吗 那个我就没有好意思再多打扰 哦 我的目的就是 就是想替你 是吧 我知道 你跟着通话你估计有几分钟啊 有个三分钟吧 OK 明白了 明白了